上个厕所,人半天都没有出来 最后发现人去世了,人没了 这种事情啊,每年都有发生 有人说,便秘会诱发心梗是真的吗? 是真的 如果你以前就有高血压糖尿病、关系病等基础性的疾病 没有控制好 而且的话呢,你有便秘,经常用力排便 那么你长期用力的排便就有可能会诱发心肌根丝 这是为什么呢,你长期用力排便的时候 浮腔内压力增加 就可能会导致血压急剧的上升 增加心血管的负荷 如果你的血管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动脉硬化的板块 这个时候板块就有可能脱落 脱落的板块堵塞心脏的血管 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 甚至心肌梗死、心肌性休克、猝死等等 而且长期用力的排便还有可能会诱发脑口脑出血 同样有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小看了便秘这件事情 尤其是中老年人 咱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防止便秘 第一点,适当的多喝水 第二点,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 比如说,残后半小时左右 因为定时以后,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会加强 这个时候排便更加的合适 第三点,排便的时候专心致志 不要玩手机 不要玩电脑 不要干其他的事情 第四点,适当的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菌菇等 富含膳食香味的食物 膳食香味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可以吸收水分 可以软化大便 促进排便 第五点,适度的运动 这样可以促进微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排便 第六点,如果是比较严重的便秘 咱们可以在医生的治疗之下 服用一些缓泄的药物 比如说,乳果糖、聚业、臣等等 都是比较安全有效的同便药物 第七点,老年朋友们 选择坐便会更加合适一些 如果是吨便 普强压力增高的会更加的明显 血压的升高会更加明显 所以坐便会更好一些 还有最后一点 拉不出来 不要硬拉 如果你感觉 屎就在直肠的末端 就在肛门口 拉不出来 你无论怎么样使劲 它都出不来 那么就别使劲拉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适当地使用 肝有冠肠剂 或者是开塞路等同便的治疾 如果还不行的话呢 及时的去医院 咱们医院有冠肠 或者是用手扣大便等方法 可以帮助你解决大便前顿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平时有高血压 糖尿病、关心病等 一定要定期的服药 按时的体检 建议做好自己的血糖 血压等指标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各位朋友 你几天一次大便 你便秘吗 你是怎么样解决自己 便秘这个问题的 关注我 关注派克登医生 明天进步 一点点